我們因為是測試的關係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什麼要demo的 或者要展示的或什麼之類 是可以對著鏡頭 因為這樣子我們的觀眾朋友才會看得到 因為我們事後會上傳到YouTube上面 這也是一種數位行銷 對 理解 理解 然後我現在跟你的距離超過1.5米 所以你也不一定要帶口吵 喔 好 好 知識 對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是這樣子的 其實我們在今年才剛成立 那其實在成立之前 我們有半年的時間是處於工作室的狀態 在工作室之前 其實我們兩個本來是銜通室 他跟他的銜通室 但是我們大家聚在一起 因為我們本身具有 像是我們可能具有跟客戶溝通的能力 那我們的負責人他其實是 一直以來都是在從事SEO網站建制 跟一些數據上面的整合 那民間他也是主要是在於 數位廣告以及行銷 數位廣告以及數據分析的歷程 這樣子 那其實今天這個機會是 第一件事情是想要請教 稱為的是 我們其實在跟中小企業在對談的時候 我們很明顯的發現到 他們其實是很需要數位行銷的 因為他們常常會跟我講說 我們去參議室展 便宜的二三十萬 貴的兩三百萬 甚至四五百萬都有 而且現在有一點錢他們取消 對 而且其實呢 每次去問他們說 你們成交單數有幾單 我聽過最高的是五單 大部分是二 零到二 所以其實他們的 整個我們講CP值來講 其實是很低的 在餐能這邊 但是你問他們說 你們今天的餐集是在五次六次八次 他們對於餐展他們是很有意願的 但對於一些數位行銷 我跟他講說 今年我預計你可能要花四十萬 包括建網站 包括整體的整名數位行銷 他們說這個錢我們花不出來 原因是因為老闆 尤其是可能五六十歲的長輩們 他們可能心裡想的是 這個錢我不知道他放在哪裡 我看不到 但是餐展還看得到他的員工過去了 還看得到整個展場 還看到東西 但是他們看不到 不過如果是後面上說 數位優惠券 因為現在很紅 因為正規書本方案 是 像數位優惠券會 這應該是他看得到的吧 因為他還是實體的來 或者是在線上訂購 用這個數位行銷的foupon 所以這應該是老闆 可以感覺得到的東西吧 對 應該說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都只是輔助他們 在數位行銷這邊 也許是網站 對於他的官網 讓其他人理解他的商品 我們一直在幫他們 所以並不是所謂整合式服務 不是整個 他不像說他要一套 遊惠券系統 你就弄一套遊惠券系統 他要弄一套雲端修音系統 你就弄一套雲端修音系統 你就弄一套雲端修音系統 最近比較不是整合者的角色 比較是在旁邊輔助 他還是要另外找PLS 找遊惠券 找什麼東西 但你幫他把聲量放大 是 應該是這麼說 對 我們的服務應該比較像是 也許是顧問的角色 當然 如果他們要一些比較簡易的軟體 可能我們也會去 像最近我們在研發 幫客戶做的是一個農民 溫室 溫室的 他們把一些像是 氣象站 把他嵌入他的溫室裡面 讓他在建每一個新的溫室的時候 可以更好理解 當地的氣溫 氣候以及颱風的狀況 因為台灣其實 理解理解 有點微氣候那種 是 沒錯 所以一些比較簡單的軟體 我們是會協助的 但是 大部分我們可能還是 處在一個比較顧問的角色 的 的情況 這就是 你們也有做一點配合 不是說 他們得自己去找 找完之後你們再宣傳 而是說 如果你真的很切實理解他的需求 你也會沒有一些 你之前接觸過的解決方案過去 沒錯 這樣子後面這個角色 可能是比較 老闆比較有感的 因為是在他還不知道怎麼解決的時候 你給他 這已經有點接近管固的 是 是 是 那 不知道為什麼 好 我們 一直在找一個路線 可以讓 這些老闆們 理解說 其實我們 對他們 對他們而言 他們應該是相對重要的 但是 我們不太知道怎麼去切入 那我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 因為政委可能面對著 許多的官員 他們的年紀可能也是稍長 你說我也是要數位行銷 我們政府的意思 對 對 那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法 以及 現階段來講 台灣在這兩三年內 可能在對協助傳統產業 或者是二代企業 農業 這一類的 比較屬於 他們比較不去數位化的這些企業 政府他們的方向可能是誰 對 你知道本來就有一個中小型店家 像數位轉型補助方案等等 你們應該都是清楚 是 對 那現在因為紓困陣型的關係 所有這些東西都加碼 都增幅 但是實際上執行的當然還是 像中期處等等的這些朋友 所以 我想他的做法不會有很顯著的改變 他只是多了非常多資源 像剛剛講的 就是 補助款申請等等 這些當然都 我們會趁這個機會 就是 反正你的實體店面的人 也少一點了 表示你時間也多一點了 那 來幫忙做 數位轉型的規劃 你比較不會有一種 好像要一面開飛機 一面開飛機 的這樣子的問題 這樣子 所以就是半次減少了 趕快來開飛機 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無實覺得說 我從你的角度聽起來 就是說 因為你們一開始就把自己定位 是馬康 是 但馬康其實對於企業主來講 他是不會覺得 他是數位轉型的輔導 或者顧問 他是現有的馬康的人 的一個延伸 對 他等於已經變成一個 蠻末端的 就是一個 可抽換的服務提供者 的這樣一個狀況 那我們在做數位轉型服務的時候 大概比較不會往這一段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們比較是希望說他能夠 他體質上面有所轉換 那像我們最近 在做那個就是 口罩2.0 那當然就包含說 人口覆蓋力不足啊 要是人力吃 警派對很麻煩啊 或者營業時間限制啊等等 我們的目的都不是說 去宣傳說 接下來你要在超商 插一家健保卡去去購 多麼好用 而是說 他解決了哪些痛點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可以去把 business logic 就是有所更動嘛 我們要從派對改成預購啊 或之類的 所以 你說為什麼我對 他不像說 像健保鼠 或甚至院長啊 我們指揮官 可以擔任他們 類似顧問的角色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並不是用馬康的語言 在跟他們講 我不是說 我們要讓大家都覺得 什麼好棒棒 而是說 我們要解決某一個 很特定的問題 好不像說 要是非常量辛苦 爆端的程度 是我們難以向向的 那我們要解決這個痛點 而不是什麼別的 那但是你為了解決這個痛點 你就必須有欠向策略 那你就必須要去 做一些30秒的短片 或50秒短片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這些之後 他們才會了解到說 有一個單一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 不是很難記的 什麼.tax 點了媒體點.gob 什麼 就是emask.taiwan 這個等等 這個時候 這個重要性就體現出來 但是我認為一開始 就告訴他們說 沒有這個網域運程很重要 SEO很重要 其實沒有聽得懂 對 是 就是要以中為識 是 好 那 對 我看一下我的問題 是 嗯 因為現在我們有感受到 我想 應該是第一個跟第二個問題 可能就是真偉這邊 已經有大概大概回答到了這樣子 對 那 不知道說 在 嗯 在就是 展覽這邊 跟 嗯 嗯 我們的 數位行銷這邊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 嗯 這個應該 嗯 就是不知道說正偉這邊有沒有 嗯 多一點協助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嗯 在 我們的數位 數位這方面好了 嗯 因為像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只有可能 嗯 嗯 GA的分析 或者是Google上面他們的 既有軟體的這些分析這樣子 那 這些分析好像對於這些 嗯 廠商老闆而言 他們好像 一直都 對於這些數據是無感的 嗯 嗯 但我們一直都 不太知道我們應該要怎麼讓他們 對於這些數字是 有感的 嗯 我們已經盡量去讓他知道說 好像你的網站來的都是 什麼樣性別的 性別屬性哪裡來的 嗯 因為什麼樣的 對 就是他們一直覺得說 這個 好像 比較無感 對啊 那不知道說 這個問題好像請教這個 我不知道 因為使用者破壞這件事情 我覺得最主要的使用者 他 起心動念是什麼嗎 什麼帶著他來 嗯 那你去用一些外部表徵 好比像說性貼什麼等等 嗯 有的時候反而會造成偏見 那造成偏見 你說不定因此損失一半的客戶 就是說 我們急中風這個市場 那事實上是別的 在作用嘛 就是像 這是為什麼Netflix 那麼成功 就是因為他不像 傳統上的一些 足鹿一帶 現在已經沒有人記得 那是什麼 的一些店家 把它 就是分成什麼 劇情編群 劇片 恐怖片 什麼之類的 因為那些Label實在是 太Colescreen 就是太 太粗了 那你一部電影 一部好電影 他得到了什麼 什麼就是 電影的金獎 一定不是因為 他是把某一個 類別的特徵之做到最好 這個 他雖然得了 最佳紀錄片 或者是什麼之類 那當然他不是把 紀錄片的那個 feature 做到最好 他裡面也一定融合了 懸疑劇情 這個愛情什麼 動作 可能沒有愛情動作 等等等等的這些元素嘛 對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些東西 後來Netflix的做法是 他是用使用者自己的 engagement 回應 他自己去做分群 那所以他所分群出來的這些東西 是非常非常非常細的 他可以分到就是幾千個 各種不同的tag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每一個都很難用一個字來描述 他已經完全跳出本來的 就是所謂影片的分類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他完全不用這種tag 他做的事情就變成 是說是以使用者的 類似這個有機的互動 去做出分群權分類 那所以 舉例來講 就是說像 他們就會有一個分類 叫做什麼 1980年代的恐怖靠片 就是 對 就是 cult film 那任何新的拍靠片的人 只要拍得出 80年代那種靠片氛圍 就會自動進入那個東西 那或之類之類 所以就是說 一個電影 它就可以分成 之前他們有篇論文 然後是7萬6千個類別 那一部電影當然可以屬於 這7萬6千個裡面的很多個 幾千個 那這樣子的話 它才能夠做這種 future detection 所以 那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你7萬6千個類別 你要說服老闆 去說 這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不可能 人是不可能 記得7萬6千個類別的 所以你就必須要有一個好的視覺化 把它就是 因為 因為我們當然都有一些數環量感 那各位投入這個行業 當然數環量感 就是一定高於常人 但是 就算各位也不可能 在腦裡視覺化 7萬6千個維度 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對 所以這個時候 當你沒有那麼被局限於既有的標籤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發一個新的視覺化方法 那這個新的視覺化方法 反而說不定才是比較有感的 那我舉一個例子 好比像說 我們之前有去開發一個叫做西雅圖那邊的一個新創 開發一套Police的系統 那這套系統它的視覺化就只有兩個介面 一個就是PCA 就是它會把關於一個公共問題 好比像說GoogleX的上路 裡面最有爭執的部分在X軸 而最次有爭執的部分在Y軸 然後用K-means把大家投影到這個上面 這樣每個人都可以知道說 不好意思按掉了 每個人都可以知道說 在我旁邊的這些同文層在想什麼 那他們的做法就是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貢獻意見 其他人按讚或者按不讚 但是沒有回覆 所以它不用做自然而言分析 那所以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到說 當你按讚或按不讚 你的人像就移到 你的就是跟你比較像的那些K-means cluster 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雖然它有上千個維度 但它等於被維度降為到兩維 那但是它還是可以一定程度上面去反映 最重要的那兩個維度 就是所謂PCA 那最後它這個結果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雖然媒體上面 大家都覺得很有意識形態很爭執的是這五個點 但是其實我們大家都同意的事情 是比我們互相這個攻擊的事情要來得多很多的 那所以這是另外一個視覺化 那這些視覺化都是建立在使用者自己建立或自己定義 或至少自己有所貢獻的類別 所以使用者也會很願意分享這些類別出去給其他人 如果你是預先定義好的 比如說你剛剛講的性別年紀什麼之類的 那我是覺得我被你測量 我一定不會想分享這個出去 但是現在是說我自己定義 我覺得屬於的類別 然後別人跟嘛 這個就是所謂社群媒體上面的警號嘛 就是議題標籤嘛 那我發起議題標籤我當然很願意分享出去 因為議題標籤就是為了分享出去而存在的 那所以就是說參與師跟被動師 我想是最主要的一個差別 當他是主動師 就會說參與師的標籤的時候 他就可以分到比較細 視覺化也比較容易 使用者也變成你的共同設計師 那但是如果你是被動的 而且是預先定義好的 像發問卷等等這些形式 那你數字做出來 就算你畫再多條狀圖 主張圖什麼 我覺得老闆自己也沒有參與感 那他就是無感的 但是如果他自己有參與感 他就會很願意解釋 意思是說其實我會在客戶的網站上面 設計多一點互動式的一些tech之類的 對啊 像剛剛那個police 它就是開源的系統 所以你不用付錢 你就可以自己弄一套 那用它來取代留言板的話 至少現在很多電商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比如說底下的留言板會有很多人來洗版 那洗版它管板就需要花一個全職人力 那當他想到這件事情上 他對數位行銷第一個就打一個折扣 就是說當他還沒有帶來一個客人的時候 竟然就要分我一個人去管板了 那這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所以當然像police這樣一種就是它是靠後面來的訪客 來幫前面來的訪客打分數的方法管板 那這樣子你就不用花人來管板 那這樣子的話我想覺得大家接受的程度會比較高 對 我們為什麼會轉向傳統產業 其實是因為我們在全公司的經驗 我們在電商這邊滾了四五年 然後發現到說電商實在是一片紅海 他們其實是很辛苦的在撐 對 因為你行銷管道太多了 加上大家的時間是越來越短 就是存活率是越來越短的 那他們 反而是我們再回頭去看這些傳統產業 他們這二三十年來都屹立不搖 而且他們的營收其實都是相對穩定的 有忠實的客權 是沒錯他們有非常忠實的客權 所以也是因為他們很忠實的客權 他們覺得他們不太需要行銷 因為他們一路上都是這樣子很平順的 對 那我們一直沒有辦法打破他們 你只要建立一個它是傳家之寶的形象 這樣子他的忠實客權就會傳到下一代一拳 是 對 像某種電鍋最近就是這樣 對 對 好 那 是不是我們的那個軟體有些 可以啊 都可以啊 跟正偉 你可以開一下那個明天的 我覺得你這邊給他好 我這邊還沒點望 嗯 開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這兩天有在想一個 新的一個 算是一個小工具吧 協助電商這邊的小工具 不叫小工具啊 其實它是一個套裝 是 對然後 只是因為剛剛好 應該說這個想法大概從去年 年年中開始就有這樣的想法 只是因為剛剛好最近我們開公司 然後疫情又開始這麼的恐怖的時候 難免就會變成門內經濟就是大家都不太敢出門 逛街買東西 所以才會有想說把這個東西come up 這樣 OK好 對 我就自己看一下 跟正偉大概一起試一下 就是這個流程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正偉如果你可以先看一下那個 OK 大概懂我們要 理解 理解 好 名字也取得很好 對 其實因為我們在 其實我們在 每一個工具的整個流程 一定大家會有一些 算是argument嗎 或者是大家溝通的歷程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有一個步驟 我一直覺得 因為我對這件事情 我可能不想他們兩個這麼專業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要把所有的資訊 匯整到我們的官網上面 我們的某一個網站上面 再送到其他的也許是蝦皮 也許是更多的電商平台 我覺得他的這個歷程是不順的 對 我一直覺得這個歷程是不順的 但是我的夥伴們他們有覺得說 像他們這個平台 它只是一個放置很多的不同的片段的影片而已 它只是 其實我們的整個技術上來講 它並不是一個很高深的技術 它其實就是 其中一個賣點是把 它在直播上面的這一整段的影片 我們可以隨時用斷點的方式 就是記錄戳技的方式 把它放在另外一個空間上面 然後讓客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你今天想要買A商品 你可以看到這一段影片 你不需要像 因為直播的影片都是一整段嘛 可能一次直播兩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之內 它可能會賣20件商品 對 那你如果要再回去再看 你如果有二次想要 後世效應的話 後續想要買的客人 他可能不願意看完這兩個小時 很少要這麼努力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想要看某一段 你可能就會上市到這個客人 他想買 這20件商品 可能第15件商品 你可能就上市到這個客人 所以我幫你把你的商品都切得好好的 你的影片切得好好的 在這個網站上面 他們可能看了 他們下單的意願就會提高了 那當然在他們在直播的過程中 我們就已經會幫這個店家 把他的商品已經先setting在他 對 他的時間嘛 等等 他會是 其實是一套劇本 他不可能那個直播是 逆著本來的順序嘛 他一定是按照本來的順序做了 所以這個我想 主要不是技術難度 而是他只是一個類似 方便大家一下子進入的縮影而已 對 那這個縮影 你們想辦法把它自動產生嗎 聽起來是這個意思 是其中一個啦 那事實上因為 像我們朋友的話 像我的朋友是 他們有在做直播代購 對 然後像我們一般看到的 我們一般常在臉書上面 被別人刷 或是被別人觸及的那種直播影片 他有可能會是先說 我今天就要直播這個商品 對 所以我們的特色是 其實有一點就是 我們可以讓他即時建立商品 對 因為像我朋友 他們在做美國Outlet的代購的時候 他們就是 因為訊息會刷很快 但是直播主當他在看 在看訊息的時候 他就想說 這個人說要看這個東西 那東西是沒有被設定好的 所以就會變得那麼快 這是我剛剛要講的 所以就是說 你還是可以插隊 對 就有點像說 我點個個單我可以插鍋嗎 對 那只是說 我們最後面會有個list 然後 重點就是在說 這list的部分 他會讓想要買這些東西 或者是說 或者是他有 他這個東西是固定性的話 那他就可以 去直接看到那個商品的 專門的介紹片 對 介紹片段這樣子 對 那這個當然很棒 這是絕對是一件好事 對 那而且像 像很多這個 像我去伯恩那一集嘛 那個網友也很快就在底下 自己把時間做出來 所以一定是有這個需求啦 那 只是說你要依賴網友做的話 那大概第一時間的人都跑光了 所以你找機器人做 那當然是非常正確的一個做法 對 所以我對技術可行性沒有問題啊 這都是現成的技術 就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那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那為什麼需要一個自己的網站 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事實上 你也可以從直播訊號一晚之後 你就開始切片嘛 你就從一個直播變成一個 就是播放列表 那那個播放列表裡面 就有一大堆30秒的東西 那這一套其實現在也很容易 你用這個幾個 大概三個工具湊起來 大概就可以做到 所以也不是說你一定要透過網站發現 或者要透過網站行銷 你也可以就變成那個原生 那個平台上面的存檔的播放列表 那個現在也是做得到的 對 可以直接再 直接變成 對 對 你用YouTubeDL把它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 你用FFMPEG或者AVConf去切嘛 那切完之後 你趕快再用就是YouTube它上傳 就是以YouTube流程啊 別的當然都是類似的流程 因為你們既然都有切時間嘛 你中間只是用FFMPEG去做切時間段去train 那個運算是很快的 因為它不用重新編嘛 它是可以copy總結的選號 OK 大概有意思 所以這樣我會 因為 我們這邊有一個點是說 因為這個 這一個市場裡面包含五個功能 那第五個功能它是 我們想要做一些數據分析 對 就是關於說這個平台 這個直播組它的整個流程 以及後續 對 我知道 其實為什麼我說的是播放列表 因為播放列表你也是順著播 它的體驗跟你聽整個直播是沒有差別的 當你開始播播放列表第一個的時候 它也是把你播完嘛 對 所以就是說 從你的使用者經驗分析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非常容易就可以再聚合的一個數據 但是大家跳著看的時候 至少它每個有個網址可以分享 因為我們從SEO的角度來看 你雖然每一個時間段你可以加一個時間碼 但是它事實上 從大部分SEO引擎來看是同一個網址 它不會給你獨立權重 但是如果你切成十段 你就有十個不同的YouTube代碼 那這樣你有十個獨立權重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用那個AdSense 就是Google的就是下廣告 我有經營一個網站叫萌典嘛 裡面有十六萬個中文字嘛 然後包含非常多這個包含台語啊 客語啊的詞 我就一次用AdSense 下十六萬個廣告 然後每個都0.01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只要有人沒下的廣告 那我就下 然後我是以整個中文字典 包含台語、客語 作為我想下廣告的標籤詞 對 所以像那時候這個 我記得我剛下這個廣告的時候 最多導流進來的是那個Nia 因為那時候有一隻貓熊 那因為是一個新聞突發事實 那絕對不會有人預先知道說 我用像Nia這個詞的公告 沒錯沒錯 對所以萌典就一詞多了非常多人 對 因為大家想要知道它的就是台語翻譯吧 那我如果不是切成十六萬個 我是全部用同一個網址 只是下不同的問號 或者警號的話 那它根本不會讓我這樣下廣告 所以也是一個經驗分享 所以這等於說 我們還會需要在另外一個網址 還是它可以 如果是用網站啊 看YouTube裡面的Shoplist也可以 這樣的話就不需要到網站 對啊 我覺得playlist是 但是這樣的話變成 因為其實我當初有在想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們後面會有一個 analyze的一個dashboard給它 所以那時候在想說 我這其實是一個拉鋸 因為我用Shoplist全部做好 就是讓那些在Shoplist上 或者是Facebook上 他們的這些人上去YouTube 其實等同於經營自己的YouTube頻道的時候 我還要再請他們去申請Google的API 然後再把他的數據丟過來這邊 才會變成給dashboard他們用 其實我那時候在拉鋸這件事情 想要他省一個頻道 對對對 因為其實 因為他們常常沒有YouTube頻道 對 然後他們又會覺得說 因為像以前YouTube 像以前Google申請API很簡單 可是現在Google申請API手續比較複雜 所以我在怕說如果中間 我如果 這好比像是 我叫你去做一個很難的 就是中間有一點複雜的事情 然後你就很懶 然後你就會想說 他可能就會想說 我現在不用這個也沒差 然後YouTube擺在那邊 那因為我全部放你自己的YouTube頻道呢 我有想過 但是這個就另外一點是 同一支YouTube的API Key 他沒有辦法兩支streaming一起 啊 OK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對 不過那也還好吧 這就像那個 台灣大車隊事實上是 台灣大車隊之一之二之三 他是好幾架車嗎 對對對 然後都放他那個 是是是是 是 這自我還在看那個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花很多時間在看 蝦皮跟YouTube跟Facebook API的那個文件 對 對 然後我看到後來 看完之後 我之後才只能先整理成 就你剛剛看的那個樣子 我知道 我知道 沒有啦 就是說你同事直播次數 這確實是一個要考慮的事情 但是你的客戶也不可能 24小時都在直播吧 對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假設你有100家客戶 你其實不需要100個YouTube頻道去服務他 你說不定10個甚至5個就已經夠了 OK 對 那我沒有說一定要這樣 我只是說 其實他的成本 即使集中在你這一段 好像也不是 就是不可 不可行 對 不可行 好像也有可行性 OK 對 但你自己弄一個播放器 當然是最自由的 你還做什麼 對 因為這樣的話角色就會稍微變了 它會變成 我們就會變成 純工具 再加一點平台的概念 對 這個就是要看你們自己怎麼定位 就是說如果你們覺得說 你們就是 就是 他主要賣這個 那如果就是 你非經過你不可 那你當然就是盡可能穿透 就是他的體驗跟他本來習慣體驗越像越好 尤其是在行動載具上 就不要不要差太多 對 那但是你還是有一個穿透性 對 那但是如果你現在只是 就是 覺得說 那你當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顧問 數位專心顧問 等等這些 你賣的主要是服務 而不是平台 平台只是你的服務的一個 就是好的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你就是變成純顧問 那你的這個平台的brand 反而不要冒得太出來 因為大部分的企業主會覺得說 你冒得太出來 好像有點 dilute 掉我自己的品牌 那這個是你們自己定位 其實兩個都很成立 也都有很成功的例子 是 對 那要聊 就是 轉 我的話題 就是 我們每一次 數據出來 就是 其實就是台灣的 這次數位行銷這邊 他們的 的樣貌 其實跟 美國 可能 是晚了可能十年 對 因為 美國他們其實已經在看到 轉換率了 可是我們這邊 還一直在追求的 可能 其實 尤其在SEO這邊 可能還只是在追求 排名好看 然後可能 曝光率 對 他們還沒有追求到 轉換率這邊 其實我們比較想要的是 協助 雇主到 轉換 轉換才是真正他們 實際上想要的 但是我們 一直沒有辦法 跟雇主中間 拿到一個平衡 也就是說 對我們也有賺的 轉換率 可能要收到多少錢 對雇主而言 他們 畢竟還沒有看到成效 他們可能就覺得 我憑什麼 要付利這麼多錢 那 中間一直 應該是說 從剛才的問題 一直到現在的問題 我們跟 otur邀請 我們跟業主中間 一直沒有辦法 取得一個好的 平衡點 那我相信這不是 只有 我們這間公司 單方面的問題 從我們過去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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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其他的同業 他們可能也都有 類似的問題 嗯 大家都有點像是 狗嚴殘船 或者是 然後 我們其實到處 就想要把 這個服務是做一個 算是進化 就是讓它步入比較出自化的部分 但是普遍來說 業主他們最能夠接受 就台灣這邊目前最能夠接受的指標還是用排名 因為他們認為排名是比較單純 好理解的 這有點像電視台的那個收視率排名 一句話就可以講清楚的 而且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轉換率是跟自己補 對 但是就是收視率是跟別人比 對 因為一個人不能同時看兩個節目也可以 但是很少人會同時看兩個節目 所以它是零和 那跟別人比零和的部分 說明上比較容易 但事實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這個我們都很了解 應該說他們有一點像是 我們在反觀者 我們在跳出來這個角色去看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想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講排名 對客人而言是相對好理解的 不是就是他們當年受教育的時候 就是老師都會就是拿 不是拿成績而是拿排名 來去講成吧 對 那我們教改之後 尤其新課綱之後 老師不這樣做 可是那些就是教改後的朋友 現在也都才三十幾歲 所以大概也不是你們的 談的企業主 是 是 知道這是一個文化問題嗎 是 這是 對 然後我們一直都沒有辦法 就我們想過頭 不知道說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改變 可能我們的 所賣賣的方案 或者是如何去 是想洗腦嗎 或者是教育這一些 客戶 對我們一直找不到這個 這個東西 不知道是改變我們還是直接改變他們 我是覺得如果他的就是 自己的求學的過程 是 已經是被以排名而不是成績 是 來當做他的主要的教育標的 的話 那這對他一樣 這是根深蒂固 就是類似像世界觀的東西 你很難去改變他的三觀 對 那當然我們教改之後 是已經不這樣做了 我們就是說 評量或者現在叫做什麼 學測啊 或什麼 那是你自己跟自己去改善嘛 是 那所以 好比像說你轉換率3% 3% 3%並不是跟別人去比 如果你行業根本就不一樣 人家不怕你3% 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是是 對 你的重點只是說 你昨天3% 現在也沒有3.1% 是 而已啦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第一個是說 當然 我覺得不要強硬的去挑戰 人家的世界觀 這個 絕對是投口血流 對 那所以你盡量是 我覺得你就是很清楚 把我剛剛講的 可能你用小學老師的 比喻 就是說 你是搬上這個第二名 一直贏不過第一名 是 對 那這個對第一名 就是非常的有情緒等等 有一天這個第一名 他轉學走了 你就變第一名了 對 但是你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就是 學習有變好 或者是你有變聰明 還是你會怎麼樣 沒有啊 跟你一點關係沒有 對 你就說 我覺得你要凸顯那個 荒謬性 是 對 那讓他自己去理解說 這個是荒謬的一件事情 你沒有辦法說服他 這是荒謬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 從小說不定 真的都是班上的第一名 是 是 因為他以此為榮 對 對對對 我們沒有再講特定人物 對 對 以此為榮 所以你突然破壞到他的榮譽感 因為他講的是說 那假設你才第二名而然轉走了 這個沒有意義嘛 所以可見轉換率才是重要的 等等 所以你這套話術要從 他能夠理解的東西開始 對 你不能從外面說服他 好 好理解 那這樣的確是 有一些故事性的東西 他們可能會更好相信 好 那 沒有想過我們的問題 可以這麼快就獲得答案 我們農業那個的東西 反正如果還有時間就可以 這個機會很難得 這次結果很難得 當然還有個五分鐘左右 對 不是 我們今天在那一塊的話 就是 我們現在有 就是因為有一個 做從事文室的朋友 然後他們是一對熊弟 然後弟弟是做 什麼的 育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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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台灣 征用事其实是台湾前两大的一个温室公司 对对对 那他们其实在世界各地 大概有二十几个国家都有在盖温室这样子 好 那他们其实呢 那时候委托我们的时候 是在帮他们做盖温室之前的预备工作 对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了解说 在这个地方他们的整个气象的状况 所以他们才需要请我们去拉 盖温室的地点跟气象站的相对位置 对 那他们才会知道说 那这些气象站里的相对位置 我才可以比较知道说 我要抓哪一个气象站的数据 对 所以我们是在协助他们做这件事情 对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在想 有没有可能哪一个农业 我们可以再帮他们在温室上面多一点数据 那我们可能可以切入农业这一块 加上说其实在几个礼拜前 我们有看到3Q陈伯伟他的咨询 在对于农委会这边 发现到说 好像台湾农业的数位化这一块 其实是更加薄弱的 他们在数据以及软体上面的人才是相对少的 坦白说我们不可会言 像我的同事这样的工程师在台湾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真正在走农业或者是传统传业的人 也许相对少很多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去抓的一个 可以啊可以啊 其实农委会有一座网站嘛 就是农业科技专案计划服务网嘛 agtech 对 那agtech里面就有包含他们的客专啊 或者是他的一些成果案例啊或之类 那确实如你讲的就是说他有一个先天上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他跨栽培的物种很难立刻做技术转移 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做电商的话 我们只要是类似形态的产品 他就算客群完全不一样 你的行销经验你绝对是可以扶持的 是是是是 完全一样的东西 对那但是每一个作物它的特性都差很多 所以同样一个好比像说无人机浓喷 你你作物形态不同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们好不容易有这样子一个标杆的案例 在他转移的时间说他研发时间很久 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那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把它弄成比较模组化 就是说就像你刚刚的那一个 我就不把你的名字讲出来 因为那名字真的很好啊 说不定你要去注射网易的那个方法 对啊这个SEO很棒 没有人知道那个名字 的概念一样 就是说当你把它拆成这样五个部分的时候 也许真的只有两三个部分的创新 它是真的可以跨就是农业的作物使用 那其他部分就是它真的必须从头来 那但是如果你能够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它模组化 那这样让他知道说哪些他现在就要投入研发资金 不然接不上 但是哪些部分因为已经模组化了 所以他真的不用再投入研发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农业科技是非常非常重要 现在问题只是说好比像像养殖鱼业啊或什么 他们其实都做得非常非常棒的 什么太阳能板怎么跟植物共生 太阳能板怎么跟蛤蜊共生 什么之类之类 只是说这些中间的很相转移的模组化程度 现在真的比较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们愿意投入 就是很值得做的一块 对 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情况 会是因为台湾大部分还是小农 对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投入了很多时间成本 然后业主可能投入了很多金钱上面的成本 到时候发现到说气势 因为他们毕竟是小农 对他们而言 在台湾投入一百万 跟可能在美国一模一样的东西投入一百万 它回收的东西 不过你模组化之后就可以外销了 对啊 对 因为台湾是市政场域嘛 台湾的好处是说有非常多的农业工作者 愿意来试一些就是技术成熟度非常不成熟的东西 好玩嘛 我试试看嘛 对 用机器视觉算凤梨 这个我也觉得很有趣 等等 就是用区块链做冷链啊 做参与试验证啊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我回到家乡 或者是我好不容易弄了一块地 来这种东西我总得有一些跟长辈不一样的地方吧 所以这个创新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他们很愿意去试一些技术成熟度非常薄弱的东西 只要不要投入太多的钱的话 对那所以当但是当你试出东西 最重要是不适用的部分嘛 因为你就知道你的技术边界 就是超过这个就不是解法了 那当你这个出现之后 你当然就要外销啦 当然不会是以所谓的小农 作为你的主要客群嘛 这个是很明白的事情 所以那些什么无人计算凤梨 现在都是就是整个西南向 他国家都在那边开无人计算凤梨 是 那这个方面来讲 政府有相对的补助吗 有站在那个agtech 在那个网站有 好 agtech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也毕竟还很年轻 所以我们相关的资金都很少 所以才会到处想说 有没有地方可以拿补助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协助我们 有有有 这个agtech网站上面有 是 好 今天差不多就这样 好 谢谢 很棒的问题 谢谢